一群机车骑士13号的凌晨2点左右 在花莲寿风箱玩起了炫技飙车 还把整个过程都拍了下来 其中不仅有骑士没有戴安全帽 还有人是在起步过后 就整个仰躺在机车的坐垫上 行径相当的危险 影片曝光之后 警方立刻调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 将这群违规完命飙车族 全速的逮捕归案 四位骑士准备架 试一寒开始油门催泪 大万叶马路当赛道 上演完命关头 压低神区抵挡风力 大冬天按捺不住 速度于激情的心 不只当飙载 还表演杂耍直接躺着骑 仔细一看 机车骑士没戴安全帽 老骑到一半向后仰 还有朋友凑热闹 卯族全力向前冲 速度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 但这里不是专用赛道 而是公共大马路上 危险行径超夸张 下路下路 5.6比较多 5.6比较多 平常比较多 是飙机车 还是飙汽车 都有 这个月13号花莲兽风箱办元宵活动 这群年轻人还不想散场 就跑去丰平路三段竞速 这条路又平又直 总长1.2公里 沿路没有任何障碍物 因此成了改车组的竞速天堂 刚改完车 然后会想要去测试一下 自己车子的性能 然后最快可以到哪里 那其实这样的举动 也是非常危险的 改装车道路大写 凭集体道路竞速 最高可储新台币9万元罚还 掉下驾照及掉扣牌照 还有可能触犯公共危险罪 最重可储5年有期徒刑 改装车肆虐 华联警方也积极加强取缔 这么大声怎么可能有过啦 一扩大领检 直接拦下9台摩托车 4张违规排气管罚单耸出去 公共道路飙车 竞速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也把用路人性命搭进去 现在通通被警方锁定 要为自己的错误示范付出代价 接着实力简张 佩莹花莲采用报道